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最近,美媒针对2017年最差车型公布了一些榜单 这份榜单依据2017年度各种车型的道路测试和安全可靠性 用户满意度等来测评打分 最终总结出的在榜单中不把很多豪车品牌汽车上榜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榜单内有哪些车型可以在国内买到 奔驰CLA,作为奔驰入门型的紧凑轿车 国内均为进口车型,有着高颜值的CLV,为什么会上榜呢? 相信开货它的朋友都明白原因,那就是驾驶体验非常差 自身卧龙发动机动力输出严重延时 货轮的介入让整个加速环节变得非常通雾,一点都不线性 而且车内空间比较尴尬 马沙拉蒂Gabri虽然属于豪华品牌的极品车型 拥有出彩的外观设计和强大的动力配置 这些并不能让马沙拉蒂Gabri逃过最差车型的榜单 而且根据消费者报告中车主的回馈 Gabri车型在同级别里,护账率也是非常的高 到齐酷威,酷威作为一款中型7座SUV 车内空间较小,而且燃油经济性能较差 百公里油耗接近15个左右,驾驶体验并不是很好 路虎发现神型,作为路虎旗下最低端的车型之一 虽然属于豪华品牌,但是内饰做工粗糙 而且变速箱顿挫感较强 也让这台路虎名不负其时 凯迪拉克·凯德雷身为一款大型SUV 操控性低,油耗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而且在同级别中,凯德雷的可靠性也几乎是最差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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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